《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回到這集的《神神秘秘》節目 我們這集你見到也是全女班 最近陰性洋衰 這個節目也是 我們有仁義下有Carmen 和阿東東 但這次是Carmen做主角 為甚麼呢 因為今天我們介紹這件事不是很厲害的 就是一個戲功是Carmen的功 叫做圓功 圓就是回歸的那個圓 圓就是圓頭的圓 圓頭的圓 圓功 所以為何會有這個功出現呢 首先Carmen去說一下這個功是甚麼來的 其實這一套功是我一路在做戲功的時候 一路學聖靈性的 那我就發覺有很多的元素 原來可以共通 還有有很多東西是可以再加入的 那我就發覺如果將這一個 因為我學做多年戲功 我發覺因為其實教戲功的老師 很大部份是古文型的 就像你看到那些古文 那些東西都是很深的字 氣罪丹田 是的 沒錯 而且是比較 你只能聽到戲官是很老的東西 那他完全是 他只是練功吧 你氣罪丹田 他不解釋 要不就解釋到你不明白的東西 說完就別說 是的 說完就別說什麼 後來我反而在靈性中 我解釋到我正在做的是甚麼 我可以問你學了多少年戲功 是的 你學了多少年戲功 學了二十 其實我只是剛才二十八歲而已 就是八歲開始了嗎 不是 我三歲開始了 二十五年嗎 我學了二十五年戲功 很久了 是二十五年來是一套戲功 還是你學了很多樣東西還是怎樣 高徒學了六套功 不算呼吸 但是你是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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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學的 即是有沒有停過的中間 學了一套功 然後就練 練到某些時間之後 發覺自己爛了 又會學另一套功 然後又練 學一套功要多久 學一套功是視乎你跟那個老師的教育方法 是的 教育方法 通常有些功很喜歡常常要回來集工 可能半年一年回來做的 其實最主要是一起去做一套功 他每個時期就會教你一點點東西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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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這個必要的 即是你要練這樣 然後回來再加多一點點 還是 其實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就是客人 不是 不是必要的 就是因為我讀了《新心靈》之後 我就將那件事融入去 我發覺原來不是 但是會不會這樣說 因為你有新心靈的底 你的不性高 所以你可以跳得快 但是對於某一些人 是否需要有這樣的 這半年的歷練 然後再去行學下一個步驟 可不可以這樣說 初見的氣功的教導是這樣的 是 但是其實事實是不需要的 即是說如果你對新生靈 對新世代的東西 有一套你自己的修為的話 其實你可以進度更加快 沒錯 如果你有心心靈的修為 或者你知道少許一些 想念創造實相 你的思想有力量 只要是兩神合一 提供整套裡面 提供師傅很多時候都不會強調 兩神合一 其實這個就是歸員工 我們平時都要自己和自己合一 兩神合一 兩神合一 是文義文 是甚麼 我都想問 兩神是甚麼 好問題 其實氣功的原理就是一個無形的 念力的能量和有形的身體 一齊去 共同去 一 因為我很專注在這刻 做這件事 所以兩神就是有形和無形 沒錯 加起來 即是賽斯的能量世界和物質世界 沒錯 真的有精神做底 我沒有學過都明白 我現在也有點明白 好的 那你可否介紹一下你學的氣功有哪幾套 是 其實我學的氣功有很多套 氣功裡面有分軟功、眼功、正功、動功 這些我聽過 是嗎 是 其實我每樣都學過 包括寫符、止血符 那些不是道教嗎 那些氣功 那些少林寺那些 找肚子來頂一塊石 都是 硬氣功 我是連劈石 沒有去到肚子頂 你劈石 是 不難的 真的 我可以告訴這麼多 電視機房V 或者是Monti的觀眾聽 就是很容易做到 即是像咬匙羹那樣 你這樣沒人有名 是啊 所以我也是跟學生說 你咬匙羹就會做到 即是你相信你會扔到就會扔到 是啊 你在那個狀態就做到 明白 每個人都做到 千里八功 一些好心 即是我這麼久學這麼多道工 真的沒有師傅會教 千里八功 但你在什麼心理之下 譬如學氣功 就是學了 學了一套 現在要學這麼多一套 是不同嗎 還是一套比一套更加深進 還是怎樣 其實是緣分 一來我自己喜歡在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有些東西 中國幾千年歷史 又說練功又可以看到內觀 又可以出體又可以這樣 又可以如知 甚至乎看穿了你來到這個世界的東西 他可以去到某一個浸貧 我不斷的練習 我會看到我自己真的有不同 身體上健康了 而且會發覺感知能力強了 話說回來 因為我中心有個夥計 他跟Carmen老師去練習氣功 或者有一班學生都跟他學氣功 是減肥的 是減肥的 我還沒開始我不是Sami 我還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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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減肥 還有真的會美容 是的 是的 這個可以 這個減肥的效果實在太重要了 你想想 減肥美容可以花多少錢 十萬八萬 很多萬 幾十萬 原來這個減肥的效果 只是用氣功 可以做到 還有在氣功 其實所有的 你想想我們中國這麼多年歷史 都在說一件事 呼吸 其實氣功是呼吸其中一種 我也是很後期才體會 因為我有學氣功 又有學呼吸 我有很多事情 學呼吸 是的 好的 是瑜伽也是一種呼吸 是 因為它加上動作 是 氣功就是一種呼吸 加他們的動作 真的嗎 其實是同出效 如果你懂得如何去 在狀態裏 帶著出去 你的呼吸慢慢會平靜 呼吸有記憶 是的 是的 你每天都去做一個 這麼靜態的 我不要說氣功 可以幫你健康的身體 又可以令你漂亮 又可以保持健康 又可以保持健康 容易可以把這份 平靜 起落的能量 記憶在你身體裏面的呼吸系統 你出門的時候 很容易在一個平靜 中立的狀態 因為不僅僅是Carmen 我都見過幾個朋友 有練氣功的 他真是青春 美艷一些 是的 比直播褲劑好 是的 他練了氣功之後 整個人的氣質會不同 通常學生很有趣 一做完氣功 整個能量場 整班人一出來就已經白了 他的臉乾了 是的 你見過了 我見過 他出來的時候 臉是亮的 他很少進來看我 去教什麼 是的 就是在外面工作 他只是 有時候 變成結局 結局 也要學出來 是的 還有很有趣 因為 不是比較 我知道有一些 靈氣的學生 他本身有收集靈氣的學生 會走來練這套氣功 是的 然後他們的評論就是 早知道 早知道就學了這個氣功 那我就 可以省錢了 因為 他需要一些代價去學他的靈氣 其實他們是有共通 還是不同的東西 還是有互相幫助 還是怎樣 其實 在我的認知裏 是 我的感覺裏 其實只不過是 都是一些 同樣的東西 只不過是 演繹方法不同 而且包容的包裝裏 加了幾多東西 是 因為我知道 在Wiki 他有寫符號 是的 有寫符號 是的 有寫符號 其實 這個東西 和我學的 曾經有一套 硬工裏面 要寫符號 其實是同一個原理 只不過 老師就告訴你 寫這個符 不過 這個老師就告訴你 寫這個符 你相信他就行動 是的 還有其實那個狀態 原來當你在冥想 符號的時候 或者你要寫一個符號 就已經進入了那個 空靜的狀態裏面 你頭腦就開始放低 那麼能量就開始流動 所以重點是能量的流動 而不是你在畫什麼 是的 那可不可以這樣說 譬如我現在寫那個符 是要減肥的 如果我調整自己 去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那個符我畫什麼都跟這個有關 是的 是吧 如果我這個下一個 是要減近視的 然後我調整去我的目的 是今次要減近視的話 我寫過什麼符出來 都是在這個範疇之內 就會去啟動這個 這個一定要兩三合一 是 我經常跟學生說 是 你頭腦就說 是 你頭腦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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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 你頭腦就說 這個也是個過程 是的 你頭腦就說 你頭腦就說 但是如果 兩三合一 我老師經常跟我說 我看著我 就是在那個很安靜的狀態之下 那個並不一定是環境上很安靜 而是你的心很安靜 而是那一刻你也看著我 你並不是一個什麼的老師 或者一個什麼的治療師 那一刻你只不過就在這裏 透過你的肉身 將一些能量傳給自己 或者傳給別人 亦都透過大自然 這個這麼大宇宙的能量 去幫你去處理大家的情況 以及將這些不要的東西拿走 將一些好的東西再傳進來 你只要在空靜兩個狀態裏 就已經可以做到 療癒自己和千里發功的效果 我最近也上了一些課 大家說到這個能量 叫純粹的能量 剛過去這個週末 關於純粹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說的 就是很純粹沒有雜質 沒有雜念 譬如我要買一部車 我這個時候我需要一部車 我需要一部車 而我真的要面對 我要買這部車 這個設計 我值得 不要想一下 當然不會 別人開車 別人來到我 這些雜念 或者是開一部車 的原因就是 我需要多找一份工作 多一點收入 那也是一個原因理由 也是一個雜念 也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忘我 那個我 就是後面的理由 那種強度 沒錯 那種拉斜 因為那個反作用力 那樣東西 然後純粹 思想純粹去創造 我要這部車的能量 思考完放下 然後 沒錯 繼續去生活 我經常跟Yvok分享 就是 我喜歡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 我想念的東西 他的秘密 他的咒語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不用想 總之我要發生的事情 你明白嗎 不知道為什麼 這四個字出現的時候 你的腦袋就會扔掉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發生 那我就停了 那我就去做其他事情 那當然我做其他事情 也是為了 不想讓腦袋走出來 剛才你想的事情 可以不可以 為什麼會發生 他又會 就是那個意圖 會出來不斷地質疑你的 他的責任 他最近的不知為什麼 就創造了去一線旅行 你可以分享 是 最近 我四月份的時候 很想去 三四個小時 一定要出門 但是 就不知道怎麼出門 因為我想找拍檔去 最適合的拍檔去 剛才四月五月 三四月都出門 去了英國 又去了泰國 不知為什麼 到時有五天了 然後我想 旅行要花錢 不要緊 又是多少錢 終於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開心 去到旅行 五月份去到旅行 去了嗎 還未 然後 我這個年發完 不知道兩天三天 是晚上 是那晚 就打電話來 就是我的本 告訴我 Carmen 媽媽說 她在佛山買了一層樓 買了一層樓 想請我全家去旅行 其實我沒有時間 要是十月 要是五月 那五月呢 那我就五月了 然後每人津貼是五千元 然後我去曼谷 好啊 沒有問題 我們就感無情情 現在都下訂了 整家人就會去曼谷 然後還有一個贊助 不知為什麼發生了 她說不知為什麼 真的很有效 沒有雜料 她說不知為什麼會有人送車 不知為什麼賣樓 那些不知為什麼 好 回到氣功那裏 那裏 講到這裏 好像還未講到 那個氣功的特性 或者特色是怎樣 怎樣去 跟其他氣功有什麼不同 以至人們可以省很多時間 還是怎樣 其實我不太知道的 context 好 其實呢 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譬如 很多人來學過氣功 或是一些學過Ricky的 氣能量的學生 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把一些很 把氣功或者是能量的東西 很深的 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很深 很難明白 很複雜 很明白 他們要綁住 但是因為 經過我自己去分析之後 再演繹出來 其實根本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只是講穿的秘密 他們會聽 我講穿的秘密 就是兩成合一 入空的狀態 你就會收到 即時我已經做示範了 其實呢 我想說回這個入空的狀態 其實就是 你認識 不是那個入到來都明白 你便會做到 還有你做到 你就知道原來不難 但原來對於很多人來說 只是去到入定這個狀態 是 已經要花一生的精力才做到 沒錯 然後有全身動 是的 所以有時候 我爸爸以前也是很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我說 我們上課一起做 便可以做到 然後其實 我知道他不相信我 因為以前要很多高增才可以做到 是的 其實那個狀態很簡單的原理 你說了給他們聽 他們覺得簡單 他們已經放開了很多質疑 是的 我也相信 因為我經常都說 一個導師或治療師的心態 已經設定了一個環境 那個範疇已經被他設定了 如果導師教你英文 或者教你鋼琴 這個很困難 我們也要學 那我就會學得很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 但如果導師說 這塊蛋糕 一塊蛋糕 一塊蛋糕 這些很簡單 然後 一說你就明白 那學生就說 是的 很容易明白 他明白嗎 老師的帶領和心態 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在戲功層裡面 我跟了的老師 他們真的有時候說話 都很文言文 我不想聽 很厲害 但是我經過了這樣處理完之後 我發現那些學生吸收得快 還有靈性真的很好 信念是什麼就會發生 即是你順利會學到你就會學到 是的 還有反而是關靈 在關靈裡面 即是那個基礎 是的 告訴你很簡單 即時做一些示範 你馬上感覺到 因為人很有趣 用腦子 你永遠不會懂得踩單車 是的 你真的要踩下去 即是你看書 你不會學懂游泳一樣 沒錯 即時就給他感覺 當然 因為學到這麼多氣功 僅有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他已經感覺到 真的有 然後再帶他去動 真的我感覺到身體有不同 他已經發覺 是有這件事 然後只要在他這個層面 他感覺到了 他就已經覺得自己可以了 我有的 他感覺到自己有 信心已經在 然後你再教他 他已經幫你打了50%底 然後再去學習 氣功修行的過程 他更加多得著 因為開放了 其實與我無關 只是他開放了 那一個學員 如果他沒有聖靈底 我們俗語 或者是生歐歐的 生歐歐的 一個學員 他要多長時間 才會去到 真的 有所得著呢 或者一堂已經有得著 還是怎樣 我想你先說 什麼為之得著 標準是 他可以耍一套功 其實氣功可以得著 可能是 我減肥 或者是我很睡了 或者是 我真的感覺到 身體的調色 是生理上舒服的 基本上 如果減肥 就需要使時間 是 一定要練 如果你說 身體上已經有感覺到 自己有能量的流動 以及氣場 你感覺到外面和外面的不同 一來已經有了 我一堂已經感覺到 一說就已經有了 是很簡單的東西 我只可以告訴各位 請問各位 其實 氣功是 本身是 每個人都有的 天地的靈氣 每個人都有 你的身體 你懂得運作 為何他懂得運作 不是你叫他做的 根本就在 不過你一向沒有留意 他的存在 所以你沒有兩神合一 而他只不過有一個渠道 跟你 你跟他 看見面 懂得的 就像剛才說的 吞台 吞台 這樣 就可以接收到 是的 他接收到之外 原來我一向已經結婚了 在一起這麼久 不覺他在這裡 是的 真的不覺 下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練習氣功可以去到多遠呢 遠 我們聽過你有一些定義 例如千里發功 可以去到多遠 可以學到怎樣 就是信念創造實相 其實 好像阿東東所說 信念創造實相 以及可以去到多遠 就是千里發功 我很多時候上課 其實我的經驗是千里發功 如果你真的相信 重點是你真的相信 真的相信 你的頭腦沒有干擾你 純粹 純粹 做到了 你只會想到 當然有 你這麼說 我覺得 我也很容易做到 所有人都做到 試過很多次了 其實每個人都會千里發功 好 那實用層面 這個套工實用層面 譬如我可以 身份感冒 可以幫到我 幫到我身邊的人 或者 我們上一集說動物 它可以做到什麼 生活層面的幫助呢 很好玩的 是 它可以 譬如你身體不舒服 你可以用氣功 跟自己兩次合一 將能量調到去 幫你清理 你不需要的東西 那個層面 會令到你在病的過程裡 它可能會有一些狀態 就是氣沖病毒 氣沖病毒 氣沖病毒 是的 即是你那個能量去到那個位 那個病情 它就會 咦 去到那個位置失去 它反而會覺得痛了 或者舒服了 但是反而 它可能會 痾症 因為那個能量開始動 要通過你的病位 它會幫你創造一些不需要的能量出來 可能你會痛 可能你會脫氣 是的 或是診出 沒錯 都是一種排走的 沒錯 也有些狀態是怎樣 我們很多時候會教信息水 怎樣可以加持這些水 令到裡面有一些能量的東西 可以幫到你想幫的自己或者人 只要是兩神合一 也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當時你問一條問題 千里方或是可以有什麼得著的話 其實你兩神合一 心意一致 把圖畫放出來便可以做到 我剛才想一下 被水口供人給我了錢 可以的 可以的 是它的念力大 還是你的念力大 還有你這句話 你沒有雜念 是呀 不是 純粹 好 好 好 很有趣 我們下一集再說 你的氣功其他用處 和他有趣的地方 我們一會再回來 謝謝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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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回到我們下半部的《神神秘秘秘》這個節目 我們繼續說我們的氣功 好的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氣功的事情 有沒有個案件跟我們分享一下 CAMMAN 有一個很有趣的 是 千里法工那裡 是 我很多時候都會幫一些學生 或者是幫一些朋友做千里法工 例如我們朋友Winnie 她家是大 是的 她跟我說她哪裏不舒服 我會馬上跟她說 你需要我幫你處理一下 她說可以 我說你現在這樣 然後我就會用我自己的心念發工給她 通常用分量兩分鐘左右 你會覺得怎樣 舒服了很多 她就會告訴你 有一次我更好笑 我就開始千里全工在家裡 在做一些練習的時候 我就用我的念力 我想傳給我的學生 我身邊的人 各種東西 祝福他們收到 我就去做了 結果兩天之後 就有個電話找我 她說Carmen 請問情人節那天你在做甚麼 我在家裡 我說 你下午四、五時做甚麼 練功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她是一個空中先生 她是一個空中先生 那時候在荷蘭 我正在睡覺 我簡直感覺到 一整個身體能量衝過來 然後我開始的呼吸 有些不同了 但我不知道 我正在睡覺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 人的呼吸不同了 是醒了 然後我感覺到 有個畫面非常理由 因為我和她很熟 她知道 我有時會做一些古靈精怪的事 她說 我一定知道我在做一些事 而她收到 因為她正在睡覺 所以她有時間 有空間 沒錯 她收到告訴我 我足足坐在身上 打坐半個小時 她說 我在那個狀態裡很舒服 我不知道我去了哪裡 但我去了一個狀態裡 我覺得很感恩 還有一種平安喜樂的感覺 我便覺得 這麼快便收到 這是我自己其中的個案 你可以 例如學生方面 他們回去練訊息水 真的可以 我試過回去做完之後 給我先生喝 她的先生是不舒服的 他真的喝完之後 是舒服了 精神了 但你說的那些信息水 那是有甚麼信息在裡面 或者是一些 祝福的東西 還是甚麼 其實 針對性的東西 針對性的東西 譬如你是想 很簡單 譬如那些黑棕 你想這杯水 有Panador止痛效果 你觀賞它 有一個止痛效果 還有有Panador 它有這個效果 我便需要這個效果 還有祝福 喝了這個人的人 精神會更加好 變成系統更加好 你只要很專注做這件事 那件事 相信它便會發生 我便可以 你這杯水有很幸福的感覺 喝完之後便會好很多 其實在這個能量世界裏面 很多東西你加持它 它便會變成一個能量 Karen最近一次 跟我們學生的一個分享 是跟水 因為你也知道 日本有一個科學家 他用水輸入不同的訊息 然後馬上去急凍 可以顯微的 可以顯微的 在洋景和水的野物 結晶體 如果不同的訊息 即是愛、幸福、喜樂、和平、平安 就會有不同的圖片 很漂亮的結晶體 而且它沒有輸入那些 或者你出門做憤怒、埋怨 那些結晶體真的很滑滑滑的 我也看過那些圖片 是的 所以其實她那次也分享了能量世界 或者是有神合一 其實是互相交換 在這裡也是 我們不斷說蔡司的觀念 在蔡司說 我講了一百次 我都會再說 就是 所有物質世界的東西 是來自意識單位 所謂的意識單位 就是我們的念力 就是我們的思想的力量 信念的力量 營造的密度夠 就會出現在物質世界那裡 就是我們想得夠多 所以氣功也是 其實那套歸原功 其實是去到 因為那個圓是圓頭的圓 其實我是把整個新心靈的系統 賣了下去 因為我想知道 因為這一套工裡面 我是想帶出 除了連氣功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的好處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其他身體會好 又會怎樣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 開悟的方法 其中一個修行方法 除了身體好之外 它又可以令到它開悟 但是為什麼我要 把新心靈放進去 再進去 因為我發覺今天是同一件事 不過以前的演藝是這樣 以前有一個很難的方法 去令人去理解這件事 是的 還有現在有一個非常輕鬆的方法 之餘 帶它去看新心靈 是什麼 因為新心靈和我自己 我本人覺得 和我的生活 和我的人生課題很有關係 整個儀器功 新心靈 你想想 為什麼身體 心靈 我明白了 我身體要動才可以 我不是只在看佛書 然後我不去修佛 或者不去做一些修行的東西 我就會開悟 我不是很偉大去普道眾生 但是起碼我都有一個身體 和我的心靈層面有一個橋樑 讓我進入去 然後慢慢發掘去開悟 所以我在這個狀態裏面 盡量都希望 多些人去接觸這件事 利用這個方法 其中一個門口 除了身體好之外 亦都可以進入新心靈的層面 因為它要了解了 那樣的樣感運 即是它不只是練習 它還有理論的部分 有的 理論那部分是會說得非常 因為我很差 我會把很複雜的東西很簡單化 因為我已經不喜歡複雜的東西 但是我又學了很多複雜的東西 他走到很多複雜的路 所以發覺複雜的東西 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又走了很多複雜的路 所以跟進學會減少了 已經散落了那些很複雜的路 對 很複雜的路 即是可以選擇一條簡單的路 去到你以前走到很複雜的地點 是的 有些Vicky學生跟我說 有些Vicky Master 他說 總之要跟你學 不用那麼複雜 然後他還跟我說 哎 是兩種系統 現在不是比較 不過是同學的反應 是同學的反應 是 原來我終於知道 為何我平時 幫人去做Vicky的時候 我身體經常有些東西 被迫著 原來我這麼簡單 我沒有呼吸 很多人留意一下自己是呼吸的 原來人很多時候會閉氣 是的 當你緊張的時候 我剛剛聽你說話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哎呀我閉氣了 是的 是的 先休息一下 人的呼吸系統裏面 有很多記憶 還有當你閉氣 很多位置會失去 握住 是的 能量就不流動了 是的 原來我們的呼吸 是幫你排走70%的負面能量 你想想日積月累這麼多年 你多少時候 真的在一個很平安舒適的呼吸裏面 你很多時候都會在一個緊張 趕時間 所以當我們很緊張的時候 我們就休息一下 沒有錯 因為他一定要離開 太多了 為何人不開心 當時會熟悉 哎 好 當人緊張的時候 打不到下舞 打下舞 緊張的時候就打不到下舞 是的 打不到下舞的 你很緊張的時候 你不會 你是會很放鬆 有一個狀態 突然有一下 你才會鬆到胃 一個很緊張的人 濕眠的人 很想睡覺的人 是很難打下舞的 因為打下舞 是有很多能量 你裏面有些東西衝出來 但你不讓它衝出來 有很多壓力 你的呼吸一直在塞著 你的壓力 一直在把你的身體綁緊著 那裏就成了一種很高密度的 令它無法通過的東西 長期內就一定 你看到這個大離題的那套系統 那套系統叫做 總之是其中一套的一套 清清印的一套 是科學教的那個 是不是科學教 那個叫做 什麼 什麼山 什麼山 他會說 當一個人在清理 他一些細胞記憶 或者轉世的記憶 他會不斷打喊怒 是 沒錯 所以整個課程 我教學生打喊怒 原來打喊怒 山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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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山打機 台灣叫做山打機 我不知道你來香港叫什麼 那一刻你要講國語 講國語 我收不住 山打 那套的清理 清釋裡面 諮詢員和你一邊做清理的時候 他會在港語打喊怒 那一刻在港語打喊怒 沒錯 這是正常的狀態 他正在開放一些東西 其實是很簡單的 大家如果待會有時間 嘗試給他一個靜靜的自己打喊怒 你真的感覺到哭怒是怎樣出現 我呢 我自己很有趣 我遇到一些很煙悶的人的時候 我的哭怒是不停地出現的 這是我有這個經驗的 是否這些都是關於 因為他實在太悶我了 那我又不太意思跟他說 他很煙悶我 於是我就用這個方法去解放我的能力 沒錯 你有些能量已經坐在那裡 但你又在那裡 因為你有時禮貌上都要坐在那裡 對 我試過 那你不斷有些能量在那裡 告訴你走 但是你要停在那裡 他就會不斷有些東西想去解放它 身體會懂得幫你做一些事情 自己去調整 對 如果你身體在平衡狀態 我說平衡 你會打喊怒 恭喜你 因為有很多人已經習慣了不動 你要越來越抑硬 你的能量越來越不通 哭怒已經不懂得打了 但是呢 我很小時候 將打喊怒再擴大 即使打喊怒時 盡情這樣去 就是伸爛腰 伸爛腰 然後這樣很大力 打一個大的喊怒 是很爽的 但是經常常很難伸爛腰 所以你唯有打喊怒 在家 如果在家的話 我就會伸了手腳 這樣做一個打喊怒 是一件很爽的 而且很大聲叫 好 其實當你去打喊怒 你感覺一下 我們經常說輪位 又說底輪 又是甚麼輪 又是後輪又是輪 其實當你打喊怒 感知一下身體裡有甚麼反應 你會發現 有一種能量衝上來 一直衝到軟口蓋裡 你的軟口蓋裡 會提升 即是那顆吊鐘 是的 吊鐘那個軟組織 會向上提升 整個氣氛衝上去 接著直射到百匯穴 你整個能力 即是你懂氣功 你就感覺到它是這樣衝上去 是的 即使你不懂氣功 你回去自己感覺一下 一聲的氣氛衝出來 好了 現在這一套氣功 它將身心靈 這麼多東西放進去之後 所以它修練過程縮短了 還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效果會出現呢 和一般氣氛的區別 再分析這個題目 就是和普通氣氛的區別 不會有甚麼狀態出現 即是傳統的氣氛 是的 第一件事就是 他們會創造力大了 創造力大了 是的 因為首先 這套功是我集合了很多的東西 因為你把信念創造實相放進去 是的 我又包了新生命的進去 我又擺了催眠 我又擺了冥想 靜坐 以及一些理論性的東西 進去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那套功 所以他們的發展 是很闊的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以做的很多 而且只知道有些竅門是這樣的 原來你只需要這樣就可以做這件事 他們又經歷了 他們回去做這套功 而他們發覺已經可以了 效果真的會變得更漂亮 有時候學生回家 發覺我擺了兩天 我知道 他們自己會知道 我把裡面的垃圾清了出來 他們回來告訴我 不是我告訴他們 我才說我擺了兩天 但我知道我擺出來的那些 是我的那些 積了很久的垃圾 他創造了你的肚子 是的 他會去調色的 他一定肚子 譬如他去廁所多了 是的 清理了一些髒的東西 沒有 清理了一些積聚的能量出來 是的 還有很有趣的 在我過程裡 因為我加了一些 頻道 即是甚麼 接收訊息 是的 接收訊息 接收訊息 不好意思 其實我有一集是講頻道的 大家可以回到之前那集看的 但叫做接收訊息 是 在接收訊息的過程裡 他們其實是不認識的 氣功的人是不認識的 但是因為 當你給他一點點提示的時候 他們 在他無形中 沒有告訴他 收了訊息自己也不知道 是的 他就告訴我 我說你叫黑鐘 為什麼呢 老師我覺得他這裡的能量有些不同 你感覺到甚麼 他就開始收訊息了 即是你會慢慢去引導他們 怎樣去收訊息 是的 他們不知不覺就去收訊息 但這個是在 跟別人的身體的時候出現的 就是讀到他的訊息 通常剛剛開始 是跟別人先的 他們的狀態 因為跟自己 他們通常 因為我沒有告訴他 他跟別人 我只告訴你 感覺對方的能量在醫治著他 他就會進入去 然後他自己會感覺到東西 我感覺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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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告訴我 他能夠收訊息 即是他收了一些訊息 即是他做到之後 你才會配合理論給他 是的 就不會說太多理論之後才去做 當然 有時這樣說太多理論 他還在頭腦 他還收不到 他會卡住 頻道是這樣 你帶過多資料給他 他未必會收到 即是你是一個實踐的 沒錯 我儘量是慢慢帶他去 我知道去到那裏 他們會認同 那他們還會創造些甚麼 他們會創造些甚麼 是的 有沒有一些很有趣的 學員和學員之間的 一些很有趣的對話 我這樣說 因為我認識 他裏面有些同學 都是頻道的同學 我有認識這些同學 例如 有些人上這個節目 你看過Martin 是的 如果有看這個節目 你知道其中一個 有一個客席主持 叫Martin 他真的整個人鬆了 嗯 我不懂得說 他的樣子鬆了 能量鬆了 即是你現在對著他 他沒有那麼硬碰碰 是他舒服了 他自己也舒服了 你對他的感覺也舒服了 有一種很舒服鬆的感覺 他也有在網上去分享 是的 其實我有很多戲工的同學 回到後有回應 都說他學了這套工作有什麼好處 尤其是 用很多頭腦的人 平時很忙碌的人 就算有些人接觸了心想明 很久也好 他都是從頭腦轉的 一堆理論 是的 只是一堆理論 但是沒有辦法去跟他合一 與我無關的事情 對 狀態無法合一 他在學這套工作 有一個回應就是 哎呀 我終於明白我之前學什麼了 我終於通了 嘩 終於知道 終於明白我學什麼了 之前都知道 原來這套工作是什麼什麼 我明白了 即是我看了這麼多年書 現在就知道明白為什麼了 是的 但是那些東西是他自己通的 嗯 他有一種我們稱為一種內氣 內氣裡面有一個 如果你一通到天內氣 你裡面外內都可以通到合一 那你就會有一些奇蹟發生 嗯 包括什麼呢 身體好 就固然會 還有你會有一個人 開悟 清明了 開悟 看起來開始沒有那麼執著 你會感覺到 這個世界其實不是那麼困難 絕對 是的 對 好像清晰了腦 是的 有這個狀態 他會有一個輕 還有會有一個彈性 突然間我以前做事很執著 突然間我可以不做 他第一把聲音好像告訴他 我都不做 他看清楚那個遊戲是什麼 對 即是回復他的彈性 是的 他突然間會慢慢地 會光亮了 他整個能量場都 因為呢 剛才我一直在想 歸原功 即是 源頭 就是去回那個本質 我們一直在學身心靈的那一套 都在說 去回我們的本質 其實什麼叫做 經常都說去回我們的本質 我們的本質就是 我們每一個靈魂都是被愛的 是的 每一個靈魂都是被滋養的 都是奉承的 被支持的 被宇宙支持的 嗯 不是孤單的 是的 不是愛的 被愛包圍著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本質 是的 是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一些人生的劇情裡面 我們那些喜怒哀樂 《悲歡離合》裡面 我們忘記了我們這個本質 我們或者是 在這個劇情裡面 入氣入得太深 是的 沒錯 然後我們忘記了這個本質 然後呢 所以回到的本質 就是通過這個過程 可能是一些 你覺得你是窄氣的過程裡面 去看回 明白一些 你有個清明心 明白然後 然後就知道那個本質 然後就不再需要去玩那個遊戲 沒錯 還有很有趣的 其實去的時候 你上課 都已經是有些 他們已經有一些 我沒有上課都好像很明白 你經常都說我講得太多 所以呢 看錯資料是有用的 很多東西很難明白的東西 退到你那裡就很容易明白 我真的剛剛去想出來的 剛才這番說話 是 我們有沒有時間 還有 我想問一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是的 很多人說 怎樣打通任督二脈呢 在氣功上面 或者其實是甚麼來的 其實呢 很簡單來說 我又不喜歡複雜 好 任督二脈 就在這個位置 就有上朝下朝中朝 所以就不說了 那些位置 其實呢 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的能量 打通 就是你流動到 就是好像你的省渠 就是你的渠道 沒有東西堵住 那就打通 那甚麼情況 怎樣人會堵住 因為我們戴的過程裏 小朋友 除非熱密心 就是說嬰兒的時候是通的 是通的 出生之後就不知道為何不通 是的 當然不是 那些特別的個案 正常的嬰兒 通的 他們都是一些 浸貧很高密度很低 所以他們的身體很柔軟 浸貧很高密度很低 我收回去這個說話 很柔軟的 即是這部集的不說 對 這部集不說 是很柔軟的 他們是通的 所以小朋友 不會有個三四歲的小朋友 跟伯母說 小姐老師 其實我很擔心我的前途 不會這樣是嗎 你是不會去擔心的 但他們什麼時候才會分開 斷開 還是什麼 剛剛我過去這個週末 我上課 剛才我都說過 其中有一段 和你那個 那裏可以 閒接到的 她就說 寶寶仔是柔軟的 寶寶仔就知道 很耳朵的手道 掉了出來 她是完全信任你的手臂 沒錯 完全信任交給你的 沒錯 像貓仔一樣 對了 一個死的人 就是硬的 嗯 一個人死的時候硬 或者人越大 就會越硬 是 小孩是軟的 小孩是軟的 軟的的時候 那個能量是流動的 我經常說小孩 永遠都是由零開始的動物 就是玩一堆沙 倒了之後 立即在東山再起 然後那堆 那個寶女都是這麼漂亮的 嗯 但是呢 人大了 那個我 那個我執 沒錯 我自己的執著 那個我 就慢慢生出來的時候 反而更加多限制 所以 剛才我想答說 東東的問題 任督而密 其實就是那個能量 如果在那個蜜門裏面 都打開了 你的身體的能量 就會運作得很好 你的身體會健康 還有 你會發周圍的人事物 都在一個安住的狀態裏面 因為我們是 你的能量創造些什麼 是你自己去創造的 不知道這些很複雜的事情 在你的課堂那裡 我們都會做到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其實 我看到Carmen 現在開到比較高班的課程 是說很多修行的事情 像大家一起共修一樣 就不再有很多很理論化的事情 沒錯 因為其實 好像剛才小豬老師說 一個小朋友是軟軟軟的 一個人大 那是越來越困難的 其實 我們自己都知道 很多時候 我們呼吸都感覺到 那些位置頂著 那些不是你能量失的地方 任督而密 其實不是有些地方失了 還未打通 怎樣打通呢 用氣功去打通 你去做這個時候 你自己願意去調適你自己 你已經在滋養自己 然後再加上一些技巧 心念 那些能量就會在你身體重新運作 最後一個問題 一個如果他生活不開心的人 去集這套氣功 會不會透過這套氣功 去得到一些幫助 會 會的 一定會 身體不舒服會 會 心靈不舒服會 會 或者是他的人生不快樂也會 會 有病就醫病 沒有病就補病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原理 一件事 你先練 你願意為自己去做一些事 就是一個行動 這是一個修行 你也肯為自己做一些事 你肯為自己做一些事 當你一做這個 你已經成功了一半 至少你看到自己的少許價值 然後你去滋養自己 做氣功就是滋養自己 我願意去為 我不是為你做事 我不是為他做事 我為自己做事 其實很多人都不為自己 因為我只是為人 做給別人看 或者是自己良心不要過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 我經常都有 有些人以為學氣功去幫人 但最終他幫得最多的是他自己 好 時間不夠 我們很濃縮地把這套氣功說了 一集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跟Carmen老師去聯絡 你只要去我 我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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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的話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